在香港第二次要找一个4厘租回报的盘 难不难? 在二手找不难的 如果是一手 不可以说是无可能 但是少之优势 因为便宜的东西自从切辣了之后 是买完的 为什么今天会说这个题目? 最主要我最近接了一个投资客 他的目标就很清晰 想找一个有4厘租回报的盘 而且他首选就是一手楼 听下去的要求都挺简单 我和他聊天了解 和他看楼相处了一两次之后 我大概明白他的要求 接触下来他不止一个要求 他有三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就是 保本 假使楼价崩塌他不会伤 第二个要求就是升得快 假使楼价升他是打得快 第三 才是他4厘租回报 和他说市场上暂时应该没有 直至最近在西盈盘有个大红辉的楼盘 就出来了叫上映人 我也带了他去看 他看完之后觉得还蛮OK的 但去到计算的环节又出事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计算完之后 他不是很满意 简单跟你说一下 我究竟是怎样计算 首先我找到同区二手租盘 大概同类型租的钱 就是65到85元 用一个最保守的数字 就是65元一呎 假使他买一家286尺的一伙10楼D室为例 有三个价钱 通常用两个价钱 第一个叫120天的即工价 价钱就534万 然后我问他你会不会供楼化 然后他就不太愿意 因为他想以租金去底的供款 俗称他不想贴钱去供楼 而且他不用捱现在的贵息 他想等到下年 有机会减息时 去用一个比较低的息口的供 所以他不会用职工坡 他一定是用建期坡 建期坡就有建期价 价钱就575万 比职工坡是贵了7% 我跟他说完这个 他就觉得OK 我就开始和他计算了 65元呎租乘286尺 一个月租金就18590元 乘下12个月 年租金就是223,080元 除了楼价575万 计算上来的租回报是3.87 这个数字不差 都贴近他心目中的数字4厘 如果扣了管理费、集费、地租差响 预约2个月租金 计算完之后的正租回报是3.23 都可以的 都有3厘 以前买香港楼2厘多 现在有3厘多 OK的 因为楼价真的跌了 租金又升了 所以租收比就上了 如果你在香港投资收租的话 最高可以做的按揭成数是6成 即是你要付4成钱 以575万的楼价 60%按揭 即是你向银行借 345万 分30年期利息是4.125 月供款 16720元 即是你的租金差不多可以抵消你的供款 再加上责费 以这个按揭比例 以这个月供款 他真的有机会做到以租底供的形式去养回这层 我计算完整个数据 然后再向客人解释 他看完之后其实 嗯 不太满意 他觉得楼价依然贵 他说这东西我同意的 说到楼价是贵的 尤其是中西区 最富贵的地区 等于香港最核心的位置 你觉得他不贵 他不贵才不正常 我当然要说一下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贵 解释完之后我跟他说 其实这个楼价减了价 然后我就展示了新农基的楼价 叫Kennedy 38的一二手楼价 二手价25000 一手价25000 到32000 现在上天那边2万元 其实便宜了很多 聊了一会儿 然后我笑着叫他考虑一下 然后送他离开 跟他聊完之后我想了一点点 租回报4厘 在二手找一找 是真的找到的 剩租回报4厘 在香港有点困难 因为租售比是没可能无限量提高的 尤其当租楼成本等于你供款那一刻 就很多人觉得 自己租楼帮业主供楼很稳定 那些人就会开始选择 去买楼 然后自己供自己那层楼 成为支撑楼市的新力军 所以在一个自由社会 史上上是有一个无形之手 去自动调节租售比 现在就稳定在三厘几 除非楼盘真的开得特别便宜 而且对租务市场的需求特别旺盛 有机会真是穿死 但是 在现时我看到发展商的趋势 他们愿意减价 他们现时砍楼盘的楼盘 集中在新界区 好像上天在这个中西区 核心地段 比市价便宜一成多 都叫做好难得 当然它有这个质量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长楼花的项目 你们有觉得呢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么多 我是Lois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